本机适用于鼠类硬槽 是蔬菜加工行业制作保鲜蔬菜和脱水蔬菜较理想的加工设备 也是快餐液加工薯条的理想机械 该机采用旋转剥料盘上的导料槽送料 具有切面质量好、切彩项铝高、操作方便及能耗低等特点 与蔬菜接触部位均采用铝合金及不锈钢材料制作 符合食品加工机械卫生标准要求 检查准备 使用前将机器放置在干燥、通风的水平地面上 确保机器工作平稳、可靠 机器放置好后 将出料罩用削轴与壳体连接好 使用前对各部位进行检查 紧固件是否在运输途中松动 开关及电源线是否因运输而破损 料斗或壳体内是否有义务 检查现有电源电压与产品规定电压是否相符 请专业练工将电源线接到相应的电源上 启动开启按钮 试切刀运转方向是否正确 从入料口观察顺时针转动为正确 否则调整电源线 待切刀运转方向正确后空载式运转 各部位无异常方可视机 操作使用、保养 正常工作前先试切 观察所切蔬菜规格与要求是否一致 否则应更换小刀、相应的刀垫片 以及相应厚度的剥料盘 调整大刀位置 调整无误后方可进行正常工作 刀具的调整 大刀 松开刀固定板紧固裸栓 调整刀固定板位置 往上尖细缩小 反之间隙增大 使大刀与壳体内壁的间隙 符合要求后 拧紧紧固螺栓 小刀 小刀内伸长度无法调节 只有更换相应规格的小刀 以及相应的剥料盘 切至不同规格的薯条 需要更换相应规格的垫片 一般情况下 需要更换相应规格的剥料盘 规格差距小的 可以近似使用 每次用完后 对该机认真清洁一次 确保清洁卫生 清洁时不得用锐气清理切刀刃布 严禁直接用喷水管冲洗 长时间不使用时 将刀具涂上食用油防锈 轴承内每季度更换一次润滑枝 选用盖机枝 在工作过程中 如果机器生工不正常 必须立即停机检查 待故障排除后方能继续工作 所有维护保养工作 必须要在断电后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